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中一種我推介的就是688 就是中國海外發展 大家都會覺得這個時候去推內房會不會很害怕 因為恆大那件事件有一個影響 但我反而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?因為第一 在內房來說 數一數以大家都知道負債很高 但是它是基本上負債最低的一隻 第二就是很難得它的價格 講到21-22元那些位置 它最高位是29.25元 講到2020年的時候 大概是11月左右的位置 由20-30元 跌到現在只剩下18元左右 這些位置最低的大概是14元左右 現在跌到這些位置我覺得差不多 為什麼呢?因為看回現在市盈率 只是說3.7倍而已 Pbook 都是0.53倍 而它的周息率 是說有6幾 有6.5元 其實就是無論你說 在市盈率 計算是市盈率也好 又或者在這個周息率來看 其實它都是吸引的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至於最擔心的地方就是 會不會怕恆大那些事件影響 其實已經影響了 我覺得已經有價錢了 再加上就是說 那怕不怕負債很高 正如剛才所說 它是數一數以負債低的一隻 所以從各層面看 我覺得都是比較穩健 可以買來作一個中場線收息都可以的